我的家人和职场的伙伴都面临了很大的困境 我很想尽全力帮助他们 但自己的能力有限 这让我感到很忧虑 在24期祷告之后 我开始为家人、伙伴每天持守祷告 在回到南部家中时 我很顺利地带领我的父亲做觉知祷告 并在职场上用简报的方式 巧妙地将刘牧师的主日的部分的信息 融入其中并分享出去 也在职场会议当中 同时为17个人做祝福祷告 感谢主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父